欢迎您收看新闻焦点 李尚福突然退出了与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晤 路透社 三名直接了解此事的官员表示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周突然退出了与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晤 因为他被问及他缺席了两个多星期 两名越南官员说 现年65岁的李尚福原定于9月7日至8日参加由越南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举办的年度防务合作会议 但在北京在活动前几天告诉河内部长有健康情况后会议被推迟 会议突然推迟以及中国列举的原因首次被路透社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及国防部和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有关越南事件的评论请求 周四晚上无法立即联系到越南驻北京大使馆置评 李尚福的访问突然取消之前 中国在长期不在公众事业后于7月莫名其妙地取代了外交部长秦刚 以及最近几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金锐火箭部队领导层的改组 此举引发了对中国领导层决策的质疑 秦在共产党内迅速崛起 部分归功于他与习近平主席的亲密关系 这使得他在上任仅7个月后被免职更加出乎意料 中国官员最初表示 秦先生不在公众事业中是由于健康原因 李尚福于3月上任 他受到外交官和其他观察家的密切关注 因为和秦一样 他也是中国五位国务委员之一 内阁职位的级别高于普通部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华盛顿知道李尚福取消了与越南人的会晤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访问了河内 双方签署了对伙伴关系的历史性升级 李尚福长期不在公众事业中引起了一些评论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牛尔·Ram Emanuel 9月8日在X原推特上发帖说 首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 然后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 现在国防部长李尚福 已经两周没有公开露面了 谁将赢得这场失业竞赛 中国的青年还是习近平的内阁 当被问及伊曼牛尔本州的帖子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记者 他不知道情况 李尚福最后一次出现在北京 是在8月29日 当时他在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 发表主旨演讲 在此之前 他在访问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期间 举行了高级别会议 中国国防部长主要负责国防外交 部指挥作战部队 他的公众形象不如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经常出现在官方媒体上 李尚福在秦之后不久失踪 这说明了中国精英政治 对外界来说是多么神秘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阿尔弗雷德·吴 Alfred Wu 说 中国你习近平根本不觉得 有必要向世界解释自己 李在2018年 因从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出口商 Rosoborone Export购买武器 而受到美国的制裁 中国官员一再表示 他们希望取消这些制裁 以促进双方军队之间更好的讨论 美国国防部长 劳埃德·奥斯汀 Lloyd Austin 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国防会议上 试图与李克强会谈 但没有超越握手 2016年 李被任命为军方当时新的战略支援部队的副指挥官 这是一个负责加速太空和网络战能力发展的精英机构 然后 他从2017年开始领导军方的采购部门 直到他成为国防部长 在7月的一份罕见通知中 该部门表示正在寻求清理其招标过程 并邀请公众报告可追溯到2017年的违规行为 目前还没有关于可能发现的最新情况 李尚福生于1958年2月 江西新国人 生于四川成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 副国级领导人 现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中共第十九届 二十届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1982年毕业后到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 2003年12月 任总装备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后任嫦娥二号任务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 2013年9月 接替调任第二十试验训练基地 中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司令员的上红少将任 总装备部司令部参谋长 2014年12月 任总装备部副部长 2016年1月 任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副司令员间参谋长 2017年9月 接替张又霞 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 2018年2月24日 当选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6年7月 晋升少将军衔 2016年8月 晋升中将军衔 2019年7月 晋升上将军衔 2018年9月20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 因牵涉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 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重大交易 将依据2017年8月 签署生效的 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 立即对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及部长李尚福 实施制裁 美国务院称 制裁行动与中国在2017年 购买10架苏35战机 2018年采购S-400地队空导弹系统有关 该项制裁令 禁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和李尚福本人申请出口许可 与进入美国金融系统 并将其加入美国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名单 禁止美国公民与之有生意往来 2022年10月 当选为第二世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在军委委员中排名第一位 是仅次于两位副主席的军方高级将领 也是首位进入军委的战略支援部队军人 2023年3月12日 被任命为国务委员 国防部部长 接任魏凤和上将 成为副国级领导人 李尚福的父亲李绍珠是 老红军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副司令员 大众汽车裁员 因为电动汽车需求暴跌 英国美日电讯 由于对电动汽车的需求下降 大众汽车将在德国的自维考工厂 裁员近300人 这次裁员是因为该公司正准备推出 来自中国的更便宜的电动汽车型号 由于高通胀和政府减少支持 电动汽车的受欢迎程度下降 制造商担心消费者 被电动汽车的高前期成本所下退 这些成本比汽油车高出约1万英镑 大众汽车此前在另一家工厂 削减了电动汽车的生产 因为销量低于预期 电动汽车的需求 比该公司的预测低30% 你有多擅长辨别假货 参加《环球报》的人工智能 对战人类的问答 找出答案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越来越先进 能够创建逼真的图像 生成文本 甚至克隆声音 然而 这项技术也带来了一个重大挑战 即区分真实和虚假 AI生成内容的滥用 已经被观察到 包括深度伪造色情内容 和AI生成图像 在具有争议的话题上的传播 骗子还利用AI语音克隆工具 欺骗个人 并勒索钱财 检测 AI生成内容 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 因为图像和文本生成器 不断改进 虽然一些初创公司 已经开发了识别 AI生成图像和文本的工具 但检测算法并不完全可靠 需要不断重新训练 此外 确定 AI生成文本的真实性 可能特别具有挑战性 因为写作风格可能会有所不同 可以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投资事实核查和内容审核 以及教育个人有关生成式 AI的能力和风险 来对抗错误信息和骗局 由于其出现故障和不自然的外观 目前可以辨认出 AI生成的视频 然而 随着AI视频生成的改进 辨别假视频将变得更加困难 对抗深度伪造的努力 包括给数字媒体加水印 但这些方法需要广泛采用 并且可能很容易被规避 解决错误信息和骗局问题的责任 不仅在于技术解决方案 还在于个人 他们必须自我教育 保持怀疑态度 并依靠可信的信息来源 必须有人承担成本 中国庞大的地方债务挑战 日益严峻 南华早报 根据政策顾问和分析师的说法 中国地方政府 需要立即获得流动性 以防止公共违约 人们对一些负债累累的 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 表示担忧 并对中央政府的 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表示怀疑 缓解危机的一个提议 是允许地方政府 出售2万亿元 2750亿美元 至3万亿元人民币的主权债务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快速增长 主要是由于 地方政府的离预算借贷 根据英国人的说法 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奇迹 英国独立报 根据对2000名成年人的调查 英国公众选择了现代世界的奇迹 包括英吉利海峡隧道 迪拜的哈利法塔大楼和互联网 国际空间站 高低的圣家堂和金门大桥 也排名靠前 这项由国家地理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对现代工程成就 比过去的成就更为印象深刻 这项研究是为了推广电视系列节目 与丹尼尔、阿什维尔一起建造不可能的事物 该节目探索了突破性的建筑项目 法官裁定 特朗普将不会与鲍威尔和切斯布罗 在下个月的乔治亚选举案中受审 英国独立报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16人 将与该案的两名被告分开审判 该案指控他们参与非法阴谋 以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 律师希德尼、鲍威尔和肯尼斯、切斯布罗 要求进行快速审判 但审判日期被定为10月23日 富尔顿县高级法院法官斯科特 麦卡菲裁定特朗普和其他被告 将与鲍威尔和切斯布罗分开审判 法官以紧迫的时间表和保护每个被告的正当程序权利 为分开审判的理由 欧洲对中国的调查揭示了巨大的竞争力问题 彭博社 欧洲对中国廉价电动汽车EV的调查受到赞赏 但对于扭转该地区的命运来说已经太迟了 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罗伯托 瓦瓦索里表示 瓦瓦索里表示 该行业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是 欧盟试图通过调控实现全面电动化的未来 而没有意识到对行业的影响 他补充说 欧洲需要解决不同国家进口汽车关税的差异 并实施一项豁免电池的碳边境税 印度旅业正在蓬勃发展 但劳动力短缺成为阻碍 Hindelko高管 路透社 印度的旅业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蓬勃发展 这要归功于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 Hindelko Industries下游业务的首席执行官尼勒什 库尔表示 他说 印度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旅生产国和第三大消费国 未来十年需求将翻倍 库尔表示 尽管印度面临项目批准 质量标准和熟练工人短缺等挑战 但私营部门需要加大培训力度 不仅仅依赖政府 美国专家表示 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能力可能超过所有国家 南华早报 根据图林奖得主杰克 东格拉的说法 中国可能已经拥有三台下一代超级计算机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然而 由于美国的制裁 人们对中国的百亿次计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 支支甚少 东格拉表示 尽管这些机器从未出现在有影响力的TOP500榜单上 但中国科学家似乎对这些机器感到非常自豪 东格拉补充说 中国顶级计算机在官方排名中的缺席 很可能是由于近年来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致 分析 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俄罗斯转向印度寻求铝原料 路透社 近几个月来 俄罗斯增加了从印度进口旅土 以供应其西伯利亚的旅厂 由于乌克兰冲突导致两个关键旅土来源的损失 俄罗斯转向印度已实现供应多样化 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此举是在中国的铝产量上升的背景下进行的 这使得俄罗斯购买旅土的灵活性减少 作为中国以外最大的铝生产商 俄罗斯旅业公司还从哈萨克斯坦 获得了铝土供应 以填补停工的空缺并保护其利润率 百胜中国加快门店开业速度 因市场更加可预测 彭博社 中国餐饮巨头百胜中国计划今年 在中国开设多达1600家新店 较之前的目标1100至1300家有所增加 首席执行官屈玉琪表示 市场状况现在比疫情期间更可预测 公司能够更好地扩张而不牺牲利润率 他补充说 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有助于保护盈利能力 百胜中国的目标是在2026年 在中国建立一个拥有2万家门店的网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